1998年12月 台宋集團有一批委外清除的拱屋泥 被送往柬埔寨的西哈努克市 西哈努克这个地方 早就被已开发国家当成了国际垃圾厂 拱屋泥的进驻 让当地的生活环境更加的恶劣 附近的村落甚至传出 有人因为接触拱屋鱼之后造成了伤亡 当地村民选择逃离来保存性命 这个真的是影响很大 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 因为国际媒体一直报导 所以从那以后 台湾是一个输出有害废弃物的一个国家 这个名字好像就已经有点打响了